自己的電台 自己主持 大家好 我是柯文哲 我在台北廣播電台 傳說 當時針以及紛爭交疊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奇妙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 我們的節目開始了 台北進行式 天天有意思 各位市民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晚安 現在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是 沒錯 歡迎今天又準時聽我們的台北進行式 我們台北進行式一項就是讓所有的市民們 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掌握台北所有的大小事情 我是台北市市長社的主任 每個禮拜一的 禮拜一的六點 禮拜一跟禮拜二的六點 下午六點到七點 有我在這邊為我們的市民朋友跟聽眾朋友們服務 報告所有的大小事情 包括台北市目前正在進行的活動 大型活動 或者是一些藝文的值得我們的市民朋友去觀賞 或者現在暑假快到了 可以大家一起全家大小一起去 就是去參觀的看展覽 或者是參與各種場域 包括我們現在已經開始營業的台北藝術表演中心 對 都是有很多豐富的節目 就是我們會在這邊跟各位市民朋友們 就是大概介紹一下或者報告一下 有多少可以讓市民朋友做選擇的部分 好 那我們每個禮拜一跟禮拜二 就在我們的FM93.1台北廣播電台 歡迎你們記得要在我們的FB跟我們的YouTube幫我們分享 收看 然後也要收聽 還有按讚 那昨天我們就是分享了就是台北市非常棒的就是 所有亞洲都還沒有開始的所有的藝文活動 包括就是藝術的跟是 不管是藝術的傳統的或者有藝術意象的科技的 跟藝術家對話的部分 全部都是在台北首發 那其實節目非常的精彩 就等待這個暑假立臨的時候 各位市民朋友們可以全家代小 共同去參觀然後欣賞 那今天呢我特別邀請一個也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在不動產界非常有名的教母 大家都叫他教母 這是地位非常的高超 也是我在於就是工作上非常崇拜 也非常推崇的一個好朋友 今天特別就是我敲他了很久了 其實他實在太忙了 那我敲他了十九很久很久的時間 終於今天敲到了 今天這個時間他說 好啦禮拜二我就來吧 禮拜一他還沒時間了 所以呢今天終於敲到他 到我們節目來跟各位分享看看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有關於 跟我們台北市民朋友們非常切身的 就是有我們居住的問題 我們的房我們的房產 還有就是很多人為什麼說 現在生不如死啊 還有在碰到就是老齡化高齡化 還有少子化還有因為交通啊 因為買不起房子啦 不想生想要等那種問題 還有人口下降 所以大家都一直往外移 然後結果我們追根究底 很多的原因就說 在台北市買不起房子 那台北市真的這麼樣買不起房子嗎 今天我們就請我這個好朋友 也是這個不動產界的教母 來跟我們就是細數一下 來分析一下 然後也把所有的行情或者是說 真的是買不起或者其實有什麼好的方法 那我們請我們這位好朋友 請我們這個專家 來跟在節目上 跟各位市民朋友們分享 有關於房產啊 台北市房產的一些知識 還有一些您怎麼樣入手 等等的一些一手信息 好我們今天特別歡迎我們的好朋友 姜婉 請姜總經理是助商不動產 是不是 助商 我們請 我自我介紹好了 自我介紹一下 對對對 是 來首先呢謝謝台北廣播電台 那當然我的好朋友 姜民族主任呢 今天讓我有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台北市的房市 那台北其實是一個首善之都 所以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其實他就是 就是助商不動產的總經理 也是我們CCM最重要的 就是我其實也聽過這個CCM 可能非常棒對不對 就是CCM台灣不動產的 投資協會的副理事長 其實他是講師級的啦 我跟你講我今天真的是 我們非常便宜的賺到了 就是我們請他今天要來分享的 我們的姜總經理 是不是由我自己的 就來跟你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的姜總經理呢 今天用他這個在CCM 就是非常就是 其實很昂貴的這種課程 來我們的節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就是我們現在來 剛剛他本來要自我介紹 我想說他這麼就是被大家尊稱為教母 CCM的這個講師的地位 我想他自己可能不好意思講 我來幫他說好了 幫忙補充一下 幫忙補充 其實今天我主要要請我們這個講師 就是我這個好朋友來幫我們講的 就是有關於在這個通膨 現在大罪罢的問題 你知道是通膨嗎 我們市長現在每天被通膨 真的是被經費追著跑 每個人都說啊這個標不出去 是因為錢不夠 然後再來說 剛剛又漲價了 什麼又漲價了 說通膨 什麼都是通膨通膨通膨 就在這通膨的這個升息的衝擊下 我們來終關一下 我們台北市的房市 未來會有怎麼樣的走向 因為很多人都說 在台北買不起房子 所以呢都跑到新北市啊 跑到周圍地方去了 因此台北市的人口越來越少 現在我們的人口已經在250萬以下了耶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請我們的江總 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在這種疫情也受到衝擊對不對 可是我知道疫情衝擊 好像房地產沒有受到衝擊 更好 對好像更好對不對 所以說疫情啊 戰爭啊 升息啊 通膨 在這種兜蟲的因素下 其實你一聽就覺得很恐慌 在這種 這麼多種各種因素 好像感覺到 對房市非常不利的 那台北市的房產 其實就我知道 其實還更好 是不是 全台灣都很好 全台灣都很好 所以說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請我們江總 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那台北市的房市 你到底買還是不買 好 謝謝謝謝主任 給我這個引題 那我想 這兩年多來 其實這個 有幾個議題 對台灣整個房地產 有很大的關聯 從過去 現在未來 第一個就是疫情 第二個是戰爭 惡物戰爭 第三個是升息 第四個是通膨 那我們來談談 就是說 為什麼這四個 對於整個房地產的過去 現在未來 會產生很多的影響 我們先講疫情好了 其實疫情這兩年多 我認為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非常棒的數位升級 產業數位升級 一個契機 對 因為過去我想 大家都有常去大陸 我們會發現大陸 因為它人口多 地方很大 所以它很早很多方式 包含消費的習慣 都已經是數位化 幾乎像我有一些西岸的朋友 他還跟我講說 他常常出國都忘了換錢 為什麼在大陸其實是幾乎不帶錢的 就是一支手機 支付寶走天下 那台灣其實沒有這麼方便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改變了台灣人很多的消費的習慣 加速數位化了 對 加速數位化了 其實包含什麼 因為數位化影響 會影響到什麼 比如說我們看 過去很多中校東路的店面 非常好 西門町的店面非常棒 那當然一方面 為什麼現在西門町 空置率很高 市林夜市空置率很高 東區也是 對 那原因當然第一個 就是外客進不來 對不對 我們的路客進不來 我們的觀光客進不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因為網絡行銷 我們在網 我相信在座的應該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都曾經上網購買過東西 尤其我們這位謝主任 我知道 他就是閃靈殺手 他就在網購 別這樣 別這樣 對 他的網路 網路他很喜歡 沒有 他都買小東西 他買小東西 那因為呢 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網路購買的習慣 形成了以後 大家會發現 網路購買的很方便啊 我只要在我隔壁的Saven 我隔壁的Saven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貨 或者是怎麼樣 我們家 可能我們樓下 就有個置物櫃 他們就可以幫我放 所以已經非常方便 那這個東西 會造成了什麼 實體店面 就會產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會看到 很多店面的空置 就會來自於 第一個 就是很多的外客進不來 觀光客進不來 會影響 第二個 因為網路的行銷 代替了我們的實體店面 所以這個東西 對於店面的投資來講 其實是影響很大的 那還有包含什麼 比如說我們來看辦公室 辦公室市場 其實在這幾年也很活絡 可是你會發現 辦公室的購買 它開始有些不一樣了 比如說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很多過去 一個樓層可能幾百坪 對 現在他們很多的企業 它會做改變 因為大家要分流辦公 所以它不一定會在 不需要這麼大的空間 它會分開 比如分樓層 或是我買一棟building 我把它分樓層 對 那第二個 包含很多人居家辦公 所以來講就是說 在整個辦公室的一個 包含甚至裝修的結構 它會做一些改變 確實 對 所以它需要的面積 需要的產品別 其實有很多的改變 所以疫情其實 影響的東西蠻多 包含現在很多的 新的預售案 都會因為疫情 包含很多的 包含空調系統 水利 水電 管路等等 然後包含裡面的 智慧家居 都會把疫情 這個防疫的概念 帶進去 所以其實疫情 它對於整個房市 有很多的影響 對 那相對來講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全球供應鏈 其實已經是錯亂了 對不對 是 所以導致了就是說 包含尤其像 這一次的 惡物戰爭 更是加劇了 因為疫情影響的 這個供應鏈 所以我們都會發現 現在是供料雙漲 供料雙缺 對 人工也缺 材料也漲 對 像我女兒最近在裝潢房子 隨便都要漲三四成 所以如果假設 你現在買的房子 是屋主有裝修的 那你就要大膽去入手 因為這個你賺到了 比如說現在過去 你可能300萬 裝潢得到的 現在最少要增加 100萬到150萬 是不是有重點來了 有裝修的要趕快入手 所以你要看到有裝修的 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非常棒的產品 因為第一個 人家裝修好了 可是他搞不好 裝修的錢他也算進去了 其實都會折舊 因為我們不可能說 我當時裝潢了300萬 我現在300萬就如數 不可能 他一定會折舊 那裝潢的折舊 其實還蠻多的 折舊是你們會幫他 去分析折舊 還是屋主不可能會自己 我說我折舊來賣給你 對 比如說今天來講 一個有裝修跟沒有裝修的 現在一瓶的裝修成本 10萬到15萬不等 那當然你要裝更貴更有 可是我不可能用 全新的價格去計算 來估價 對 所以他一定是七折八扣的 那一瓶可能多個 比如說我以房價 可能多個三四萬 兩三萬 可是我不可能用一瓶十幾萬 來去計算 當然因為裝修的東西 比如他裝潢的是 三年五年十年 還有他保養的程度 還有他裝修的 都會影響到那個價格 所以我說疫情跟戰爭 其實改變的就是一個 大家的消費的習慣 消費的形態 還有包含就是成本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大家應該會發現 最近都大家看到 房地產新聞都會想 奇怪好像 預售屋有點停滯 在整個有點亮縮了 可是價格有沒有跌 沒有 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 前這幾年 這大概五六年來 其實很多的大建商口袋 是滿盆的 口袋滿滿 因為幾乎每個案件 都是clean的 所以基本上 每一個建商口袋都是滿盆 那他賣掉一個產品 他可能就少一個物件了 第二個 供料雙缺 供料雙漲 我所有的這些鋼料 水泥等等 全部都漲 那你想想看 他怎麼降 土地成本降不下來 供料又漲 可是他之前蓋好的呢 之前蓋好的他就賺到了 對 但是除非他有漁污啊 對不對 他有漁污 如果漁污有釋出 可是漁污釋出 他願不願意降價 那也不一定 就要看說他的資金鏈 如果說比如說像 有一些 當然我不好意思講 是哪一些建商 有一間商 他是上市公司 他為了要充那個業績 他某一些產品 他就會有比較大幅度的降價 像這種 我都覺得是一個蠻值得去投入的 那當然升息 今年的三月份 大家都說要再升息 對 央行在三月份升息一碼 一碼就是0.25% 在六月份升息的半碼是0.125% 那這樣就很多了耶 0.375% 那您覺得很多呢 等一下我再跟您講多不多 那今年的九月 預計有可能會再升半碼 嗯 什麼叫做半碼 就是0.125% 0.125% 什麼概念呢 如果假設您貸款貸一千萬 嗯 每個月您會增加的利息 是一千零四十二塊左右 嗯 那每天你會增加多少錢 35塊 嗯 35塊什麼概念 你喝一杯 手搖引都不夠 對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來講台灣來講 這50年來 我還特別去看 台灣銀行這50年來的利率 今年 就是這兩年 這三年是史上最低的 是嗎 沒有這麼低過 1%多不到2% 因為現在台灣的利率 大概在1.5到1.7 嗯 嗯 都不到2% 那講像 你說的是存款利率還是借款 借貸款利率 對 那像比如說 我們呃 在民國七十六七年 七十六年我入行的時候呢 他的利率大概在6%多 7%多 很高 到了民國七十九年2月28號 央行宣布了選擇性信用管制之後 從7%一下子到了145% 對 對不對 然後之後呢慢慢的10% 9% 7% 但是基本上大概都在5-6%左右 從來沒有到1%多 所以來講就是這幾年其實 真的是史上最低的利率 所以即便他央行升息了 他還是在歷史的低點 歷史的低點 所以我剛剛提到了 即時他就算在升半碼 也就是一千萬 你一個月 還是可以入手的 多一千零四十二塊錢 一天就是35塊 就是你只要減低不必要性的消費 嗯 比如手搖引 手搖引喝多了好不好 也不好 也不好 會怎麼樣 會怕 然後呢 糖分會變胖 然後還有呢 對身體也不見得很好 有很多塑化器 所以存起來買房子這樣嗎 對 就降低你一些不必要的消費 然後呢 去投資買房 讓自己第一個 有一個溫暖的家 第二個呢 又可以存錢 對不對 減低你的不必要性的消費 所以我說其實大家不用 去擔心這個升息 因為這個升息 說真的 你給它算 它還是歷史的低點 不幸你可以上網看看 真的是歷史的低點 那還有一個就是通膨 那我們知道通膨 它有分好幾種通膨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叫做低利率高通膨 但是其實我們通膨高不高 其實我們現在通膨是3.27% 如果以美國來講 那是相當可怕的 美國目前大概差不多在8% 9%以上 那有些國家都比我們高 所以來講就是說 其實台灣現在是在叫做 低利率高通膨 但是這個高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它相對也事實上是在一個 可控制的 一個溫和通膨的範圍內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這些事實上來講 它就會影響到了 那我現在這個時候 我還可以繼續買房嗎 那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來看 我認為影響不動產 我做房地產做三人幾年 我認為影響房價其實 除掉了戰爭因素 除掉了政策因素 我認為影響房價最重要的關鍵 還是在什麼 供給跟需求面 供給跟需求面 比如說今天我們來看 為什麼會痛膨 很簡單就是因為 疫情的關係 烏二戰爭的關係 所以很多有 比如說我們為什麼台積電 會變護國神山 因為大家宅在家 所以會需要很多的什麼 電子設備 所以需要晶片 對不對 可是呢當需求增加 可是我供應鏈呢 出不來 對不對 很多物品它卡在了港口 所以它出不去 所以當需求增加 供給面更不上的時候 價格自然就上去 就會產生通膨 那同樣我們來看 在整個 因為房地產跟其他的物料是不一樣 因為房地產 土地它是不能再增生的 除非我們學荷蘭 我們去造海造陣 不然基本上它很多東西 它是不能夠進口的 土地不能進口 土地也不能夠增加 所以在有限的土地之下 我們去思考它的供給跟需求面 那我們這邊先從一個供給面 我們來看 在比如說我們最近看到 以台北市的供給面來講 其實台北市供給面 是六都裡面是最少的 怎麼講 等下我有幾個數字呢 跟大家做個分享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這幾年 有幾個城市 台灣有幾都是非常夯的 包含桃園 包含台中 包含台南高雄 尤其是高雄 高雄去年就是因為一個什麼 護國神山的議題 台積電要去蓋晶圓廠 對不對 可是各位知道 高雄一個晶圓廠 它可以創造多少的基礎就業率 它能夠創造的 就是就業人口大概一千五百人 那一千五百人可能就會是一千五百個家庭 那當然不會是只有這一千五百戶 它包含的有可能是什麼 它的周邊 它的上下游 有可能會進去 對不對 所以就會產生的有什麼 比如說我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台積電的工程師 我到了高雄就業 我可能會有買屋或租屋的需求 第二個我可能生子 生子就會有什麼 就學需求 那我也有吃飯啊 我也買東西啊 就會創造了幾個 所以美國曾經做過一個統計 就是說一個就業人口 它會創造出十倍的 十倍的這個需求 但是我們去想一件事 台積電大家現在都會封高雄 但是高雄這五年各位知道 我們剛剛講了 一個晶圓廠要創造的是一千五百個 一千五百個就業人口 那乘上十倍就是一萬五 假設因為一千五百人創造需求一萬五 但是各位知道嗎 這五年來高雄總共的 興建案的戶數有多好嗎 總共有五萬六千七百九十五戶 嗯 有五萬多戶 好 有五萬多戶 我們等一下這個是太精彩 就是說 這樣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來了解 對於我們在台北市的生活裡頭 這個我們的購物需求 應不應該入手或者是 我們要不要覺得 其實在台北市買房是很困難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請我們的江總 繼續來告訴我們一下 這個各方的生息啊 通膨啊 戰爭的營養下 我們的房市 台北市的房市 狀況如何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對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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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蒙甲龙山寺 信仰古今不便 在夜市 遇见文明世界的美食 在每一趟流动 聆听文化的脉动 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听说台北的声音 自己的电台 自己主持 大家好 我是颇文天 我在台北公布电台 我们回来了 刚刚听得太入神了 就是因为 其实大家都对这个事情蛮苦恼的 然后最近台北市的很多的案子 也因为通膨的关系 然后大家对于生息预期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很多案子 也很难标的出去 因为缺工缺料等等 然后所以说 很多人就是一直在职于台北市 居大不易 就是非常的困难 就是很多人说 因为买不起房子 因此不敢生小孩 就变成说 这个嫂子花 其实跟房地产变成息息相关 对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 请我们的江总 来跟我们分析解释一下 真的有这么大的观念 真的非常的买不起吗 还是说值不值得你就孤足一值的 来投资在台北市 生活在我们台北市 我们请我们江总 在持续刚刚讲的 台积电在高雄的效应 好 谢谢谢主任 刚刚回应到 刚刚谢主任所提到的 台北区大不易 其实因为毕竟台北 台北是属于台湾的首上之都 这个相对于什么 就是类似像 比如说美国的纽约 东京 日本的东京 还有呢 大陆的上海 北京 还有英国的伦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政经 经济中心 确实它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买得起的 我们必须要讲一个实在话 那因为它毕竟是首帅 就像纽约 纽约我记得我儿子 那时候去留学的时候 就是小小的一个房间 一个月大概就要六七万 差不多 对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很昂贵 那您说这样的一个房子 一般年轻人买得起吗 一定是买不起 所以我必须要承认一点 台北市它确实不是一般年轻人 刚出社会能够买得起的 那这个 这个是必然的 那我们刚回应到高雄这五年 它的供给面有五万六千七百九十五户 可是各位知道台北市供给量是多少吗 十年 刚刚讲的是五年 那五万多户 台北市十年只有供给多少 一万六千四百五十户 十年 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代表什么 台北市的供给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寸土寸金 所以其实目前为什么台北市政府 我必须要讲一下 帮台北市政府讲一下话 台北市政府这些年 柯市长他也在积极推社会灾 虽然现在的量体跟他当时的承诺 确实有一个落差 因为第一个取地不容易 第二个公料也双掌 那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都更跟围老 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有时间 我们会稍微谈一下 都更跟围老 这都是台北市很重要的意境 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台北市民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为呢 像那刚刚提到了 我们跟台北市的隔壁是谁 新北市 新北市 它在这十年的供给量是八万一千三百三十六户 所以等于是台北市的几倍 八倍左右 五倍多 五倍多 然后呢 所以基本上来讲 可是您知道台北市的人口 当然目前 我们是截至到去年年底 还有252.4万户 现在已经没有 没有240 对 那这些人都流去哪里了 我们就讲移民去了 移民到哪里 新北市 移民新北 新北市移民到哪里 陶原 对 都是在移民之中 好 但是您会 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最近有很多客户移民到 新北的 陶原的 林口的 现在又开始要悄悄的 要移民回来台北 回来台北市 真的吗 为什么呢 其实我必须要去讲 最近其实有很多的媒体都在做一个调查 就是 到底为什么 假设我们今天 各位去观众 我们听听看 就是说 如果你不考虑房价 你不要考虑房价 请问你想住台北吗 那当然想要住台北啊 想住台北 对 亿文中心啊 交通便利啊 什么都是在台北 就像那么多人想要住纽约 只是住不起 东京 上海 北京 云敦 我当然想要住啊 大都想要住啊 可是为什么大家想要住台北 台北到底有什么好 我们这边有做了一些总整理 我们讲一个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 你走到 尤其像我们台北电台前面 这个是中山北路灵异大道 你光走在这里 走在仁爱路 走在东华南路 它是一种享受 走在天母的中城路 它是一种享受 那为什么 因为它对行人是友善的 包含我们台北也规划了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脚踏车步道 是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bike Ubike Ubike 这个东西其实对于行人 对于我们一般没有开车族 其实是非常友善的 其实台北市还有那个共享汽车 就是你即便没有开车到台北市来 还可以就是共享汽车 如果你想骑机车有共享汽车 其实都有 对我看到现在就有很多的停车场 还有一些i-range 对对对对 那那个其实对于整个来讲 就是都市它这个都市它是友善的 不管在一些交通 在一些行人步道 在一些基础的建设上面 我认为它是属于友善城市的 那第二点呢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台北市的大众交通运输系统 是非常完善的 不管今天你是透过我们的这个MRT 就是我们的捷运 或者是我们的公车 其实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公车现在也做得非常棒 非常棒啊 对它很准时准点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APP 然后知道你要搭的限度大概几分钟会到 其实现在还蛮准点的 对我就发现说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搭公车 而且人很少 位置又很舒服 对我现在是很久没搭公车 但有时候开车经过那个公车站牌 我就发现哇好酷喔 几分钟会到站 它上面都可以跟你秀 APP你也可以下载APP 对 肌肤就是很准点很准点 所以我在台北市来讲 它的大众交通运输系统是非常棒的 非常完善的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 全台湾最棒的医疗系统都在台北市 是 不管台大 龙总 所有的我们的联衣 台北市的联衣系统 这个医疗系统 因为没有人不会生病的 太便捷了 所以我们也常常 就像我们在天母那边 也常常有很多客户他会怎么样 因为他可能在中南部 医疗系统不好 他就必须要把他的家人 弄到龙总来 那他就必须要在附近买屋 租屋都会需要的 所以台北 他的医疗系统是全台湾之冠 那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我们的教育 以前常讲孟母为什么要三千 就是为了教育环境 他为了教育 为了环境 其实不是只是教育 我认为台湾的师资是都非常棒 但是不可会言的 台湾的教育里面包含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台北市国中的会考成绩 台北市还是居灌的 对当然 还是居灌的 那是师资吗 我认为可能不是 而是什么 他有很多的设备跟资源 是别的县市所没有的 之前来讲 对之前来讲 是确实是这样 台北市又创立一个酷克云 就是即便在疫情期间 你在家里都可以上课 那另外一点我也要再补充一下 就是 其实台北市做过空气的PM2.5 其实我们的台北市的空气品质 已经跟你到花东去的空气品质 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不输 对 完全不输 所以说你在台北市一样可以享受 你在花东一样的空气品质 这是已经有做个测试的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垃圾分类方面 其实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垃圾做到减量 已经是大概全台之关了 是 台湾的这个垃圾分类 也是全世界有名的 所以来讲就是说 这个教育环境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不是只是在师资 不只是在设备 也不只是在资源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的孩子跟谁在一起 我们讲一个 比较不好的意思叫做 圈子成功学 你要讲 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教育 就是家长对于教育的重视 所教育出来的孩子 她的人文素质涵养 确实会不同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孟母她必须要三千 那当然还有刚刚我们的主任 她也特别提到了 没有错空气品质 其实目前因为台北市 它没有一些工业污染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台北市 所以相对的 它的这些PM 它的值确实优于中南部 中南部 那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工作机会 更不用讲了 其实我们虽然登记人口 已经低于250万 但是我们会看到 很多的工作机会 还是在台北 不管在任何桥 为什么说御桥必塞 因为有太多新北市的 我们的居民 跨县市 跨县市到台北市来工作 这个我也报告一下 就是当疫情期间 我们就发觉到说 台北市就是 当如果是居家办公的时候 竟然每天 是少了150万的人口在移动 150万 也就是说 至少每天都会有 150万的人口 是跨县市到台北市来上班的 确实 所以说 其实来讲就是说 因为台北市 它的工作机会多 还有呢 不止工作机会多 为什么很多人 他会纠结 要不要回南部 因为很简单 光薪资 不要说什么 比如我公司 请一个基础的 基本的一个行政人员 我大概起薪 要两万八到三万 可是我问了 我们在新北市的伙伴 他们不用啊 他大概两万五千多 高雄更便宜 高雄更便宜 对高雄更便宜 大家现在因为劳基法 他有一个最低的 基本工资 所以现在没有三万块以上 我基本上我是请不到人 最基本大学毕业 我都必须要给到这个薪水 那所以实际上来讲 还有包含什么 我们谢主任 他在台北市做的最棒的 就是很多的艺文活动 因为台北市他在整个人文艺文 所以我刚刚跟主任开玩笑 昨天讲的是这么先气的东西 那我今天要来分享 这么接地气的东西 对所以台北市他在整个艺文活动 各方面也是全台湾之冠 所以相对的台北市人民 他所培养出来的一些 气质人文素质素养 当然无形之中也会跟别的现实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欧洲 像我们到了法国 我们坐在了路边喝咖啡 你就会看到法国人非常的优雅 不管他的穿着打扮 这个行坐坐卧都是一派优雅 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国家 他的文化的底蕴 长久的一个涵养 培养出来的气质 那我认为那个就是环境 会形塑人的品格教育 那这个就是台北市 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有这么多的展场 像你看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些表演 他第一站一定到台北 是 所以为什么要住台北市 我记得前几天 我看了新闻 他在讲说 他说你问台北人 住在台北市的人 你问他你住哪里 他会告诉你 我住在士林区 我住在大安区 可是呢 你去问 如果他回答说 我住台北 很多都是新北 新北市 对 但是也OK 最近网络上很难的一种问题 对 那所以就是说 常常人家讲说 我们台北市的人 是天龙国的天龙国 其实我想 不是天龙国 而是说我们很珍惜 我们也很珍视 我们拥有这些台北市的资源 那这个东西 其实它不是一处可击的 一个城市的行塑 必须要今年累月 才能够行塑他城市的文化 那当然 那所以我认为呢 就是说 第一个 如果不考虑你的预算问题 你有这么多的好处 你当然会想要住台北市 但是我刚才也提了 您必须要思考的就是 您的预算 你的预算 那台北市的 因为它有这么多的好处 再加上 基本上它的供给量很低 因为没有地了啊 没有地 没有地可以盖 所以相对 现在必须要透过都更跟为老 做都市更新 那在没有地可以盖的情况之下 就是它没有什么供给量 所以它的价格 你说要能够下 能够下来吗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相对来讲 就是说台北市的房价 它会keep在那个地方 很难下跌 但是呢 我这边要提醒一下 很多的投资人 因为我们在讲需求 需求我分两种 一种叫做刚性需求 就是你有实际上的需求 这叫刚性需求 另外一种就是投资型买盘 或投机型买盘 就是刚性需求 还是你属于投资型买盘 还是投机型买盘 最近各位应该也都在 我们的报仗媒体有看到 因为政府要针对 预售市场 打炒房 目前会有一个措施 就是不能够换约 所以现在大概有超过 两万笔逃命草 就这些过去有投机的 我想它大部分都是投机 短线操作嘛 我们叫投机 他们就认为说糟糕了 不能够换约了 我就要逃命了 所以这个有大概有 两万笔以上 其中哪一个 哪一个城市占最多 台中市 台中市大概占了四十几% 所以然后包含高雄 包含台南都会有 那台北市当然一定是最少的 因为基本上台北市 基本上都是刚性需求 或是投资型买盘居多 投资型买盘有 但是坦白讲比例就是少了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什么 它有门槛 那个门槛不是一般人 能够跨越的 所以要这边要提醒一下说 你要投资的话 首先你必须要了解 供给跟需求面 因为如果说它的供给量很大 这个时候 你要你进场要去投资的时候 到时候供给量这么大 我们套一句 如果土地 我们讲它是面粉 房屋是面包 面粉很多的地方 面包是不值钱的 比如说我现在有面粉 我现在啊 刚出炉了 面包很香 对不对 刚出炉非常好吃 可是呢 还没有冷却 旁边已经又在开始什么 新出炉的面包了 所以你的面包就会变成什么 不值钱 我要买刚出炉的 我为什么要买出炉一段时间的 所以你要去购买的区块 如果假设 它虽然有所谓的台积的店的议题 有台南 有很多的这个 南克的议题 但是你要去思考 它的供给面 到底有多少 如果我们讲 今天高雄 有这五年 有释出了五万多户的预售市场 那我们还没有包含什么 橙屋 还没有包含 个中古屋 加上去 那不得了的量 那你有 你一个台积电下去 所创造的这些 我们讲的就业供给 户数有这么多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有一天 它的价格就自然会修正 那台北市的价格很难修正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没什么供给量 它没什么供给量 所以会造成 一万多户而已 对 这十年来 也不过一万六千多 所以你会看到台北市的建案 没有找那几百户的 都是几十户的 十几户的 那我刚才有提到 最近我们发现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移民到新北 移民到林口 或是桃园的 有些人开始 悄悄的移民回来台北了 原因为什么 那第一个 因为高速公路上 高速公路就两条 北一高 第三 对 三高 那基本上你看 那个新北干了这么多 桃园干了这么多 那这些人 要不要在高速公路上移动 天天塞 那就天天塞 那第二个呢 就是 还有一个 像我最近我们有一个客户呢 他为什么要从淡水 要买回来天母地区 因为他说呢 淡水那个住户 那边大概有一两百户 那他们就发现呢 这个住户啊 大家 哇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然后管委会吵不停 所以他就觉得说 哇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然后甚至有些两三百户的 哇 那更复杂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大社区 他未来在整个管理面 其实会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还有当然就是说 可能在那个地方 他的人文不太习惯 他们现在就是 开始悄悄的 因为交通问题 因为彼此对于 那个人文的 公民教育的想法不一样 有些人就开始 他又觉得 好像台北区 还是比较舒服的 起码在人文这一块 他们是觉得 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当然我们再提到的就是 除了这个供给 跟需求面以外呢 我们也 我们会看到 有几个数字 大家会觉得说 因为目前 我们讲七都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 新竹县市 台中 台南高雄 那为什么我们会 特别讲的新竹县市 因为新竹县市 最主要 因为它就是有 科学运区的关系 所以这几年 其实在房价上 是长得相当的惊人 但是呢 大家会认为台北居大不易 台北市好像价格 好像很难买下去 可是各位知道吗 台北市 近四年的预售屋 平均的总价 跟薪资的涨幅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台北市它的房价 在这四年 涨大概22%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涨价是2.5倍 但是我们的这个薪资 其实我们涨的是22% 那台北哪一个 哪一个县市是最可怕的 台中 台中来讲 它的房价 基本上 近四年的工资呢 它涨了的倍数 跟它的这个房价 涨的倍数的比例 是差到11.4倍的 那房价的上涨 跟房价的上涨 跟你薪资的条幅 它的这个差距是11.4倍 台北市只有2.5倍 那接下来是哪个 新竹县市 房价跟薪资差距有10.5倍 台北市只有2.5倍 所以这个涨幅 其实尤其像台南 台南也是 台南涨了大概 差距有7.8倍 所以来讲就是说 我们真正来讲 就像刚开始早期 南港 南卵园区在开拓的时候 南港园区大概一平的价格 平均预售物大概70万到100万 谁去买 谁去买 基本上都不是南港当地人 很多都是投资客人 对 所以一样的 台南高雄 其实有很多都不是当地人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听说很多都台北人 没错 就是台北人 然后就开始往下移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各位就可能要去思考了 那如果当浪潮退去之后 那谁在裸泳呢 谁在裸泳 所以那台北市 因为它有门槛 所以基本上投机客 比较难以进场 那会来投资的 很多都是什么租金 所以我们再来谈 下一个议题 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 为什么你要买台北 是 我觉得江总这个谈话里头 其实暗藏玄机 里头已经在告诉我们 市民朋友 你住在台北是对的选择 而且呢 台北的房子 其实你再怎么样 你入手 你都是不会亏到钱 而且甚至是有保值的效果 即便是到未来 因为未来是生息嘛 你反而是更就是 大家更不能不能进来的 这个门槛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拥有 所以 这是一个好的讯息 也听到说有很多人 偷偷已经都在转回来台北 因为他发觉到说 小孩子要念书 还是得在台北 医疗 对 然后在医疗方面 最重要还是得在台北 就是说你在很短的时间 你不管怎么样 你的车程啊 还有这台北市的医疗系统 救护系统 我们节目上都介绍过很多 我们的消防局 还有我们的很多医疗的救助系统 其实 他的便捷跟快速 还是全台是去一走 对 手去一指的 没错 那当然来讲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居住在台北的人 住久了 你要移民到其他县市 一开始都是因为房价 听说还是很难适应 对 就是我们这边 曾经有一些活动到中南部去 市长就发觉到说 到离开台北之后 才发觉到说 有很多的地方 在卫生条件上 还是你习惯了台北市的 这样子的卫生习惯 其实到很多地方去 还是变得会很难接受 没错 所以很多移民到新北市 甚至在桃园的 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 因为刚刚主任有提到了 交通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学区的问题 还有就是什么 对于整个人文 公民素养的习惯性 然后他发现他 他要看一个展览 他必须要周车劳顿 跑到台北市来 还要搭高铁 对 所以有一些人呢 他开始发现说 其实台北还是好好居 台北还是一个非常适合 宜居城市 宜居城市的 对 我觉得好像科市长 应该要发一点薪水给我 是啊 宣传费用 但是其实宜居城市 我们在国际上 其实台北市一直都是 都是有进入ranking的 其实都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想要 就因为我们时间剩下不多 我们要请江总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都更为老 将会迎来台北市的春天 您这方面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来解说一下 各位知道有一个数字呢 台北市 我们统计到2021年的第二季 台北市屋林超过30年以上的老屋 有642941户 占了我们的台北市的住宅 大概70% 那现在呢 经过了这个一年多 大概又增加了很多 对 所以现在应该超过七成以上 都是超过30年的 七成以上都是30年 大城市很多都这样 我们的法国跟中国都百年很多 对 但是我们的房子能不能像法国 跟意大利一样百年 对 他们没有地震啊 对 也没地震 没台风 其实台湾呢 我觉得政府因为最早 我们讲的都市更新 那都更因为它有接扩的限制 它有面积的限制 然后所以很多老旧的房子 它因为这些限制 它没有办法改建 所以后来呢 内政部 他们就弄了一个叫做 都更的2.0版 就是所谓的危险老屋的更新 那危险老旧更新 这没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危险 什么叫危险 比如说你本身 可能因为地震 你有倾斜了 你有绿离子的问题 就海沙物的问题 你有辐射物的问题 那像这个你就可以申请危险 那第二个就是老旧 老旧就是超过30年以上 经过评定 确认你是有符合这个危险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就会变成 它可能就 如果它是符合的 那你就能够去申请这个危险 那危险的部分 它就有所谓的奖励值 那我认为 危险跟都更 未来是台北市 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只要我们加速 在这里也要希望台北市政府 能够加速 危险跟都更的这个进程 减缩了 我们刚好在前几天 旁边有一个居住安全博览会 我们这边也是大声疾呼 包含我们的营建署 包含内政部 包含我们台北市政府这边 加速更新 因为我知道 新北市在这一块 他们也是做得相当不错 所以也希望说 不管是现在科市长 甚至下一届的市长 能够在危老都更这边 快速更新 加速我们的流程 然后让台北市又重新改变 变成一个国际化 美轮美奂的都市 对 对 其实在危老这个议题上 对于府内来讲 其实经常都在开会 就是有 因为有法条的问题 容器力等等的问题 所以其实 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提问 那其实市长也一直在 督处都发局 都发局长也是 我们这个新任的黄局长 他很认真 其实应该来找一下 来聊一聊 就说这个 就业界的 对于都更危老的 的这么大的需求 其实我们都更危老 就是刚刚我们江总讲的 就是我们不管市长 或者现任以后的下任市长 在都更危老方面 如果在台北市多加强的话 台北市还是会变成一个 焕然一新 非常漂亮的城市 对 今天时间好快 我觉得我们江总 带来的资料这么多 可是我们实在实在 是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时间到了对不对 没错差不多了 真可惜 要再请江总 就是江总 可能下次我们再来聊一聊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 有关于台北市民自己都很想了解 我的房子到底有多少价值 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在台北市 继续在当台北市民 因为想要离开台北市民 其实有很多习惯 你也是一步走 你也是一步走 可是很多人就会想说 我的台北市的房子价值这么高 我是不是换掉之后 到其他地方 可以换的更大的房子 这样 下次我们请江总 再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房市的问题 这是非常大在问 非常大的一个题目 今天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 我们的江 谢谢主任 我们的江婉青 江总经理 对对 来我们的节目 来跟我们聊这么多 这么多丰富的知识 就是我想市民朋友应该 这一集好好的留存下来 应该收获满满 对收获满满 真的真的 也祝福大家平安 对 记住在台北市 充满了幸福感的夜晚 对 好 谢谢各位视频朋友的收听 谢谢 拜拜 拜拜 晚安 晚安